6月19日新游记正式收官,岳云鹏发文感谢一路以来帮助和支持他的朋友,总结了这一路经历的欢声笑语。 还有就是对新游记成员们的不舍,不得不说岳云鹏的总结非常到位,带着大家重新回忆了一下,总结的这些话也是非常的感人,但评论区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。 原来是在新游记的节目中岳云鹏的表现不太近人意,第一天上班就迟到,节目中黑脸,经常偷懒,从而让个别粉丝评价岳云鹏工作不认真,希望岳云鹏尊重工作,而面对这些黑粉,粉丝们也纷纷发出不一样的看法,毕竟是综艺节目这些往往都是节目剪辑出来的效果。 就像有网友吐槽陈飞宇作为代言人独享一桌美食,在表演的时候却不换衣服还不跳舞,其实真正原因是,陈飞宇是通过几轮PK才当上的代言人,训练也都是一直有参与,只是正片没有剪辑进去,没有带装参与最后的表演也并不是因为代言人身份,而是孩子真的肢体不协调,加上时间有限,是为了不影响队伍整体表演才没有参与。 还有网友表示为什么不看好的一面,比如说岳云鹏克服自己设恐,给客户介绍房子,卖力腰和卖水果,正在吃饭面对粉丝的邀请也会给粉丝们唱歌,而且岳云鹏可以说是节目中的搞笑担当,如果不尊重工作怕是节目组也不会放过岳云鹏。 众所周知,如今的德云社可以说是全方位发展,综艺影视电视剧都有德云社演员的身影,而岳云鹏可以说是德云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参加的综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 如今参加的往往都是一线的综艺节目,从一个农村小伙到如今的德云一哥,岳云鹏背后的努力怕是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少。 如果岳云鹏是一个不尊重工作懒惰的一个人,相信也不会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戏剧明星。 也相信岳云鹏不会自毁虔诚,人无完人也希望大家多多包容,相信岳云鹏以后会有更精彩的表现。